今天做芒果冰糕 为什么做芒果冰糕呢 因为我有个朋友教我一个简单的方法 我不是很相信的 不过我尽管跟它试试 材料很简单 芒果和花奶 芒果买了两个很大个很大个的 首先第一样东西就先起了肉 芒果冰糕 这里起不起呢 不起了 稍后过来就这样吃 这些就这样 起了一粒粒 如果芒果甜就好一点 冰糕就甜 如果芒果酸的 都不知道怎样 放点砂糖也可以 不过我朋友说不用加糖 不过我 做了出来像不像冰糕 我也不知道 我第一次这样做 有牛奶 有 水果 也算吧 不行就当吃水果 好 那很棒 已经完成了 接着要做什么呢 放入冰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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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够冰箱冰箱灰箱之外 很難攪拌, 要讓它軟一點 現在就軟了一點 起碼夾得起 那你說昂不昂貴, 我覺得都挺昂貴 這裡用了四十塊芒果 不過你說當生果吃就差不多了 好, 弄著這麼多 因為這個就不是女頌芒, 這個是水仙芒 沒有那麼甜的, 我就會加少許糖 大家不喜歡可以不加的 花奶就加多少呢, 不是一杯半杯 加少許, 即是兩湯匙左右 不夠的才再加 有花奶就滑滑地 這樣就行了 我都沒試過 為什麼攪不動呢 可能這個攪拌不適合這個 那個, 剛才那個, 可能真的過來 只可以過來攪一下湯 好 啊, 你有hold到 好 搞定 其實我覺得有點像果蓉一樣 又不是的, 哇, 真的很軟熟 大家感不感覺到很軟熟 嘗嘗 先嘗嘗 OK 真的 好像雪糕一樣 不錯 不錯 這麼多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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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